我们看到统策111年数学C卷的第10题 这边有个4次多项式 ax4次加bx3次加6x平方加5x加2除以s加1的平方 得到的余是3x加4求a加b等于多少 我们把题目整理成这样子 那这个意思也就是说 这个多项式减掉这个余 减掉余的话呢 就会被s加1的平方整除 就s加1平方的因式嘛 所以我们拿这个fx减掉3x加4 就得到ax4次加bx3次加6x平方 加2x-2 然后我们用最基本的长除法好了 这个乘开就是x平方加2x加1 直接带长除法 分离系数 这边a这边1就上a 变成a加2a加a 减下来 6-a b-2a 2拿下来 这边b-2a 这边1 上b-2a 好 乘过来b-2a 2b-4a b-2a 再减下来 就得到这样子 3a-2b加6 2a-b加2 -2 那因为是整除 这边不要再上3a-2b加6 整除的话我们就对齐后面 对齐常数项 所以这边上-2 整除我们就上-2 -2-4-2 整除嘛 然后减下来都等于0 减下来都等于0 3a-2b加8等于0 2a-b加6等于0 就变成一个连力方程式了 变成这样子 解连力 那这很简单 来把它相减一下 a就等于-4 再带回来 a等于-4 带回来14 -12-2b-8 所以b就等于-2 所以a加b-2 2-2-2就等于-6 这题直接用常除法处理了 实在也可以用微分啊 只是用微分呢 可能一般同学比较不容易想到 就它的s加1是它的 是这个的音式 那微分以后呢 s加1也是它导函数的音式 那样做也可以啦 只是那个观念比较难一点 所以我们直接用常除法 是这个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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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这个音乐